在讀書的時候 當然要談戀愛啊 不然要幹嘛呢 同學校 但是不是同班 所以就是跟夜間不得 我超級默默的 就是同學都不知道 只有自己身邊的好姐妹會知道 家人一開始也不知道 後來就不小心被她發現了這樣 對 看到書包裡面的情書吧 是我媽媽有幫我禁書 這麼想反省戀愛 然後就把我關起來 你不想出門 所以一放學就趕快給我回家 要不然就扣你的零用錢 我覺得讓朋友選邊站 那是非常幼稚的行為 而且我們情感上面的問題 跟朋友也沒有什麼牽扯 所以我不會因為說 我跟他分手就說 欸 你要請我 你跟我在一起 就不可以跟他當朋友 這樣子類的 我不會 我不是這種惡心